众所周知,长久以来制约中国航空工业发展,则最大问题就是动力缺陷,俗话说一代发动机才能造就一代飞机,而对于我们来说,即使拥有肩负20或者肩31这等如此优秀的气动脉型,然而动力不足依然不能发挥他们的全部潜力。 值得一提的是,歼20的长机身和压抑设计很大程度上,都是为了钦就这一点,未来机器动脉型毫无疑问的会做出重大修改。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主要的发动机进口国都是俄罗斯,事实上我们也在与铁哥们乌克兰的相关合作中受益匪浅。 1991年之后,前苏联航空工业的相当一部分遗产,都被乌克兰所继承,例如专门研制到飞机的安德诺夫设计局,以及素有苏联航空心脏,美日的马达西奇公司等等。 中国刚刚列装的高脚道时就有相当一部分,使用的是马达西奇公司的AI22发动机,为此乌克兰还跟老大美国吵了一架,美国人表示乌克兰不该再当着美国小弟的情况,傻孩卖发动机给俄美地死对头。 而马达西奇公司甚至直接在官网上痛骂,俄国这条交路四年前就没了,希望不要我们的产品,难道你们是瞎子想让我们饿死? 而月前根据乌克兰媒体报道,马达西奇公司准备一次性将六块发动机的生产线打包卖给中国,除了AI222之外,还有空中型战斗机以及战略运输机,使用的AI9500F,D136,AI450S等等,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便是AI9500F。 这就不得不提到中国的FC31战斗机,该战机自从2014年珠海航展两天之后,便销声匿迹了很长时间,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装着两台熔烟滚滚的RD93,实在不好意思出来见人。 因此,有观点认为,FC31不过是披了个五代机的壳子,实际战力远远打不到五代机标准的平庸飞机。 这一点从后来,FC312.0版是非,进行大规模改进,的时候,也能看出来。 而AI9500F,无论是从推力9.5吨力或是使用寿命等关键指标上都要远胜于RD93。 如果FC31变成一款双8AI9500F的战斗机,那战斗力无一会瞬间提高一大截。 毕竟有了好发动机,才有换转更新进行电,以及提高载荷等关键指标的基础。 对于乌克兰给力的举动,我们自然是十分欢迎的。 此前有消息传出,中国将引进R225的生产线,事实上笔者认为完全没必要拥有那样性价比较低的超大号战略运输机。 R124鲁斯兰刚好合适。 如果中国能在这方面有进一步斩获,那无疑是更加美妙的事情。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